俄国媒体现在报导说 西方国家援助乌克兰的这个军武 已经流入世面 两个礼拜前就已经有这回事了 有朋友给我看到那个乌克兰文的网站 就有人在卖 是就已经在卖了 就是这个凤凰优势 我一直在怀疑就是说美国国防部长 之前奥斯丁就说我们会紧盯着 因为那时候CNN不是就已经有一篇报导 就在质疑就是说 那源源不绝提供的 从来自于西方国家提供的那些武器 到底到哪里去了呢 那国防部长那时候奥斯丁就说会紧盯 可是现在是俄国的媒体说流入了世面 还写了金额 大约折合台币12万元 就能够在暗网买到美军 专门为乌克兰研发的凤凰幽灵战术无人机 所以好了有金额了有项目了 然后还说有卖标枪 繁装甲飞弹弹簧刀 美制防弹衣等等等 乌克兰的官员还说 都证实了说不止一次查获 来自西方的救援物资 军援产品被转卖的案件 我也有看到标枪繁装甲飞弹 是喔他是这样 就是把它po在网路上面 对对对 然后比那个 这个四面价 大概便宜只有四分之一的价格 是急于脱手 对 急于脱手 贱卖了 便宜四分之一的 不是便宜四分之三 对就是以四分之一的价格 就赔买到对对对对对 比如说假设它四边这样的价格是36万美元 是 那它那边就只卖9万 9万 所以呢 就急着脱手嘛 这个一定是军人干的啦 那这样怎么打仗啊 怎么去跟俄罗斯拼啊 你乌克兰现在这些东西 乌克兰这种黑历史 从苏联瓦解就一直存在 美国自己也知道啦 它本来贪腐指数是欧洲第一名 那哲伦时期上台之后 它就用反贪腐当选了 那现在是欧洲倒数第二名 那表示还是很严重 还是很违反 那已经成为一个结构了啦 结构 所以本来就有很多人在乎说 你那个标枪啊 标枪还不是最严重 最严重是刺针 刺针你如果卖到中东 那些恐怖分子手上 对 他来打你机场你怎么办 亮哥讲到重点了 对 亮哥讲到重点了 落入到这些恐怖分子的手里的话 我想美国的心情恐怕压力 美国跟澳洲都一样 你可能他混到 因为他很小嘛 然后混到民用机场 打你的民航机跟你勒索啊 你怎么办 麻烦了 或者他躲在屋顶 拿标枪要打你的车 那哲伦司机前两天还在那边呼吁说 请大家赶快再提供更多的武器 我觉得哲伦司机也控制不住啦 因为那个就是一个腐败的结构 其实这个跟国民党 在大陆的后期也一样 也很多人拿去盗卖嘛 不然国民党怎么会垮掉呢 国民党手上有的资源 一开始是遥遥领先中共 那怎么会垮掉呢 对不对 所以有点类似啦 所以看起来这样子的话 对乌克兰的情势不就更加的无力了吗 不过我跟你讲 这种新闻如果会在英文的新闻出现 就表示有人在盯他了啦 就表示他在制造一种氛围嘛 我跟你讲西方的媒体是很会 去制造那个氛围的啦 就说你看你看我们这样这么帮他 实际上这个新闻啊 因为我有整理过 4月19号第一次出现 出现在乌克兰英文的报纸 英文的报纸来报 CNN也有BPC也有 那4月19到21那时候连续登了好几天啊 就说美国原污的武器 连美国都不知道跑去哪里 那那个时候还有另外一种新闻叫做 乌克兰一天使用的武器的数量 远远超过欧美的理解嘛 就说你怎么我们一个礼拜的 你大概一两天就用完了 然后他就一直叫说我炮用完了 我炮用完了 这个没办法无账可查嘛 没有账 因为都是耗财嘛 对 那然后乌克兰的理由就是说 那个俄罗斯轰我轰那么凶 我要回首啊 你怎么去证明 所以他不是用掉了 他是卖掉了 不知道不知道了 真的不知道了 而且卖价还跟市场有关 刚刚亮哥说的 为什么刺针飞弹是恐怖分子 最恐怖的武器 在你们内湖这个大楼上 就可以把松山机场飞机打下来 你到哪里去找 在屋顶上随便 这是恐怖分子拿来 一架民航机三百人两百人 这个是很大的事件 但是标枪飞弹呢 价钱一定不如他 为什么 除非左右隔壁有交战的国家 对对对对 那我就要烦他坦克 我就贵一点 没有战场呢 就不会有这么高价 第三个刚刚亮哥讲的 国军在抗战的时候有卖武器 我跟你讲不是卖武器 是轮选区里面什么山东的花生 大豆了面粉了 跟重庆的这边有商人的地下管道 倒卖物资那个很多 因为中国大陆在抗战的时候 周边没有国家要买你的武器 对了 所以我讲我们都暂时很清楚 那个时候上海跟重庆政府之间 很多棉沙这些都是民用物资 我们东华民国被日本堵在 大陆东南圈堵掉了 那可是内陆东西还可以掉 你像那个滇敏公路驼峰 那送的物资很有限 那个账很好查的 那个DC部队配一门大炮 那如获自保的 所以这个东西 乌克兰是垒犯 从苏联解体的时候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军火市场 大家都去买 什么都买得到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事 哥哥讲的四月份就一定有的 一定有的了 而且我看可能美国 也早就已经有掌握这个情报了 连美国媒体不都在写了吗 那我要再继续请教一下亮哥 那现在呢 这个乌克兰东部斯拉夫杨斯克市长 已经呼吁说各位赶快去避难 现在是什么要打了吗 然后呢这个俄罗斯军队甚至还把 乌克兰杂波罗热核电站 我们记得这个是最大的核电站 说改成军事基地 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难不成是现在是改变了一种新的打法了吗 那俄罗斯这边CNBC有报导说 要是普丁有机会巩固到现在获得的战果的话 他可能会提议停火 有可能吗 我觉得这个核能电厂 可能俄罗斯终究还是要把它打下来了 那他在旁边做一些炮台 就变成防御公式了 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是欧洲最大的核能电厂 那他当然也担心 未来他如果占领之后 乌克兰可能他会来反攻 因为他已经在顿巴斯的 已经离开顿巴斯了 是在顿巴斯的外面 所以并不像乌东某些地方这么安全 那你刚刚讲那个 Slavijansk还有卡玛托斯克 这两个地方事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 就有点类似是两个小镇然后连在一起 那他如果要巩固顿巴斯 这两个地方非打不可 他就刚好在外面 可是刚好就可以互助顿巴斯的进口 那人口也不多 Slavijansk在人口只有11万 那卡玛托斯克大概也只有10万左右 可是非常重要 那事实上纽约时报早就预期 俄罗斯最后一定会打这里 所以预期正确 那最后果然应该打这里 就是顿巴斯打完就一定打这里 是那打完打这里了以后会停火吗 我不知道 我又不是普丁我怎么知道 中天观众有好康 就是请你上快点购 买这个乌化器呢 送水神是一举两得 当然我们现在有推出了三种好康的组合 有效帮你保护起来保护家人 那么防疫不能等 赶快上快点购来买 要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i108就有折扣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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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